自身可以改行写新闻 因为一提到陈局 柯文哲总是不留期 这一次在杠不为别的 还是高雄的举债问题 应该陈局自己来开个记者会 详细的说明 他到底债务是怎么累积的 很诚恳的很清楚的 跟全台湾人民说明 到底高雄的债务是怎么造成 柯文哲穷追猛打 陈局帮高雄留下3000多亿债务 吓得韩国瑜要落跑 但民进党反击说债是怎么来的 从吴敦毅在内的历任市长 累积1380亿 马英九主政时期 该给的补助没给 都是陈局来倒贴 算一算 陈局举债不但只有1037亿 还还款1208亿 还的比借的还多 我还了1200亿 那他全部借了几亿 这个才是重点 这个是非常荒谬的事情 我想柯市长应该要更说清楚 他现在种种的作为 似乎都是在为了韩国瑜在助选 民进党拼柯文哲不明就里 故意选择性挑毛病 还刻意在这时间点 说穿的就是要靠打陈局 变高自我声量 所以他整个都被边缘化 而且现在民众党的支持度 一直以来 之前刚开始是非常较好 但是好像似乎没有很较作 所以他当然要再继续创造网路声量 市场冷饭还是要唤醒外界 重视财政纪律 柯文哲挑起白绿战火 更是开启跟民进党新潮流去战场 就算对方不愿奉陪 他也要战到底 刚才那条有没有要继续问 我很乐意问这条 好朋友 谢谢大家